北京时间8月30日晚,结束了亚运会南篮半决赛,一场焦点比赛,中国南篮红队凭借在首节建立起优势,并在第三节爆发的情况下,稳扎稳打, 最终以86比63击败中国台北队,闯进决赛,在这场比赛中,中国队有一段时间表现极其糟糕,第二节前半段几乎半节的时间里突然断电,差点被对手追想,为什么那段时间突然断电了? 这不能不是事求是的说,那一节周期拿到的八分其实是很骗人的,因为五年前亚锦赛上有过被中国台北击败的教训,更因为对手正中的主力球员基本来自CBA联赛,因此,这场比赛里拿和他的弟子都很重视, 比赛一开场就打得很认真和坚决,借助周期在外围的牵制,王哲联在内线的身高和灵活性,中国对手结打得非常流畅,里外结合顺利打开局面,很快就一路领先对手,首期领先对手7分,原以为,以中国台北队那样玩命的打法,到了第二节时他们会因体能下降而出现波动, 然而,真正出现波动的,却是中国队,因为,自从第二节开场时爱不度误传误撞,自己抓的球迷五十五得到两分后,次后半节的时间里,中国队一直没法得分,那时候的中国队,在进攻上显得非常混乱,无论是冲击内线,还是外围投篮,都各种不忠,特别是在冲场前场版方面显得不够积极,因此, 落后的中国台北队,一步步把分差追了上来,最小时缩短道,只剩下两分,直到比赛进行的快到半节时,中国队才凭借方硕的一次突分,周期在右侧三分线外命中三分,算是止血,然而随后依然打得很胶着,眼看中国台北队把比分追到三十比三十一时,周期终于在一次冲场前场版时捕蓝命中,确保领先, 但直到本节比赛只剩下最后一分钟,周期再次接到阿布德的分球后命中三分,中国队才再次把分差拉开,就这一节,虽然对手得分也不多,双方都只得十一分,但中国对这一节进攻上的表现,是极其不满意的,解析为什么前半节会突然断电, 这就不能不说周期的打法了,没错,周期飘出来单节命中了两季三分,加一次捕蓝拿到八分,但周期表现好吗? 说心里话,就求对整体战术上来说,是不合格的,在场上,周期是身材最高的人,而且中国台北队内线不但高度不足,身体对抗性也并不强悍,可是,周期大部分时候都没挤进去打,而是大部分飘出来,特别是当王哲林有点累了,想偷懒了, 中国队的内线那时候在场上,根本就没有了优势,因此,中国台北队连突带头开始追分,这就是为什么,那一段时间里,中国队突然断电队原因,周期表面上单节拿到八分,貌似很不错,可就求对整体战术而言,那段时间周期是没有起到核心作用的。